森保怡赛后记者会吐心声,唐安绿热血发言引热议 昨日,日本以2比1暴冷击败德国队,日本举国欢腾,继杀无敌阿拉伯击败阿根廷后 日本再度以小虾米姿态打倒大鲸鱼 日本国家队监督森保怡也在赛后记者会,也透露心声 表示本场比赛的胜利,是全队上下包括工作人员团结一新所换来的结果 传球控,最年轻,零射门,西班牙图沙哥斯大离家刷记录 西班牙7比零图沙哥斯大离家的比赛,可说是刷出一堆记录 西班牙家为一个人就写下两个最年轻记录外 西班牙整体传球次数破千也相当惊人 加拿大全场射门21次未果,比利时一比领取的开门红 2022卡达世界杯F组第一轮小组赛第二场 加拿大相隔36年后对时第二次打进世界杯会内赛 第一场比赛就对上欧洲红魔比利时 加拿大全场积极进攻,射门21次,却一分未得 比利时则靠上半场比利时前锋巴舒亚一破门 一比领取的最终胜利 比利时对战加拿大,先发名单出炉 F组比利时对战加拿大,先发名单出炉 比利时有顶级中场钉钉,德布劳内作镇 加拿大则由阿芳所带为司领军 西楼捧冠之路的最后一搏 五度T世界杯拼圆梦 西楼毫无疑问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几乎赢得了在足坛能够赢得的一切 但他的奖杯柜子中,还欠缺一座大力神杯 从2003年西楼迎来葡萄牙国家队首秀以来 他不但是国家队出场次数和进球数的记录保持人 同时还是葡萄牙国家队的队长和精神领袖 运彩解盘,比例10VS加拿大 紫乃花退让分加拿大家一,赔率2.40 加拿大历经36年等待总算回到世界杯的大舞台 要知道这个国家人民有相当的凝聚力 如果一场足球赛往往能展现这个国家的特质 那么加拿大这种没机会不上心 有机会全体疑心的风格,就不容你小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